这两天大家说香港技巧好像一个时尚台一样 为什么 因为一年一度韩国K-POP盛世妈妈颁奖典礼 今天晚上五点在香港举行 那么看到了是EXO在目前观众投票的部分呢 他们拿到了五项都是第一哦 有什么呢 刚刚看到了还包括了年度的最佳歌手啦 那另外再看到了还有年度最佳歌曲 最佳男子团体奖 还有博贤以及Miss A的秀著合作的水影 那么这首歌呢在最佳合作表演奖投票里面也是第一名的 我们看到了这两天呢 包括了当然是演员啦 胡宝剑啦 金玉珍啦 另外包括了车胜员和志愿等等呢 通通都已经抵照香港 他们需要担任颁奖人 那谁得奖呢 当然今晚揭晓了 人气偶像古宝剑因为炎珠云化的月光爆红 受邀参加妈妈颁奖典礼 以现身香港机场引起粉丝骚动 她特别停下对群众挥手露出招牌迷人笑容 跟她打档演出的女主角金玉珍同班机一起抵达香港 妈妈颁奖典礼大咖不止如此 近期爆红的韩流明星都来了 韩啸周 安宰贤 车胜员 徐康俊也都陆续抵达 表演嘉宾包括大师团体 TWISE EXO 房淡少年团 都特别为妈妈排练演出 为今晚的典礼增添光彩 现在世界 现在报道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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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